时明课 当之此终,要能胜因,是明因缘, 要方便因,是征上缘。 在广显内鸣里边 分两大颗 第一颗显示正因果相 第二颗显示已作不实,未作不得 在第一颗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是总征 第二颗是别显 别显里面分三颗 第一颗是音像 音像里面的解释里面分两颗 第一颗是诗音见利 诗音见利里面分两颗 第一颗是自性 这一颗是讲完了 第二颗就是相摄 相摄里面分两颗 第一颗是二音摄 这是 此一切因二音所摄 一能生音二方便音 当之此之中千音种子生其种子 明能生音 所欲诸音明方便音 这个千音种子生其种子 就是千音音和生其音 是能生音 这个是属于种子 属于因缘 它们的关系密切了一点 所以都叫做能生音 所以都叫做能生音 其余的就是生上元一类的 疏远了一点 所以叫做方便音 这是第一颗二音摄 第二颗是四元摄 四元摄里面分两颗 第一颗是标列 就是符有四元 一音缘二等无间缘 三所缘缘四增上缘 这是标列 下面别配 分两颗 第一颗总配二音 当之此中要能生音 四名音缘 在四个音里面 能生音是名音缘 在四元里面是属于音缘 就是种子量 要方便音是增上缘 二音摄里面的方便音 那么在四元里面就是属于正上缘 那么这是总配二音 下面第二颗别显舍寿 等无间缘 等无间缘 即所缘缘 唯忘一切心 心法说 这个音缘和正上缘 这样子配合了 剩下来的 剩下来的就是等无间缘 和所缘缘 那么 这怎么样配法呢 这是配这个 十个音里面的摄受音说的 但是先解释一下 但是先解释一下 这个 什么叫做等无间缘 和所缘缘 唯忘一切心 心法说 这个音缘和正上缘 通于舍法 通于心法 舍法、心法 都有音缘和正上缘的 这个等无间缘和所缘缘 唯独是指心法说的 不通于舍法 舍法里面 没有等无间缘和所缘缘 唯忘一切心 心舍法 唯独是对望 一切的心 和心舍法说的 心舍法 才有等无间缘 才有所缘缘的 一切心 心舍法 心就是心王 心法 就是心舍法 依心而其 细处于心的这些差别的作用 这些心舍法 是由比一切心计心法 千生开导 所舍受故 这个 为神们 这个等无间缘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 奢受因 在上面价格说个理由 有比一切心计心法 这个 这里面说这个等无间缘 是要心法的 刹诺刹诺生灭的前后说的 不是要是同时说的 这个 因为言诗耳诗 彼诗 舍诗 神诗意诗乃至阿里耶诗 有可能会同时生起的 同时生起 这里面没有 没有等无间缘 现在说等无间缘是 全身开导 就是 在前边 在时间上说 在前边生起的 这个 心舍法 它有一种作用 就是有开导的作用 这个开有个臂的意思 躲避开 导是引导 在前边 假设是潜移刹诺 潜移刹诺生起的这个心和心说法 它要开闭 它要刹诺间就灭了你 那么就是让出了一个位子 后一刹诺就可以 后一刹诺的心、心说法就可以生起 如果它不灭 它占有这个位子 后一刹诺的心、心说法生不起来 就像一个很狭窄的道路 那一个人站在那里 后边人就过不来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这个导有引导的意思 它有引导 后一刹诺心、心计心法生起的作用 因为它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 比如说是 去圆念一件事 去思维 去观察一件事的时候 在世界上说 不可能一刹诺就完全明了 不可能是这样子 它需要经过很多刹诺 才能明白这件事 所以它这个心、心说法要继续在动 继续在动 但是世界上是一刹诺 刹诺就灭掉了 刹诺刹诺就生起 所以钱能够引后 能引到后面的这个刹诺 这个心说法继续生起 所以有这个导引的作用 所奢受 这个所奢受 这个奢受 也就是个开导的意思 就是能够 这个奢有个引的意思 也就是有引导这个意思 前一刹诺的心说法 能引起后一刹诺心说法生起的作用 这个舍法没有这种作用 所以只是心法才有 就是前一刹诺生起的心舍法 让出来一个位置 你就可以拥受后一刹诺的心舍法起来 所以奢受也就是引寿 引导的引寿 所以它就属于奢受因 这诗因里面属于奢受因所奢 所缘境界所奢受故 放生放战 这是等无见缘说完了 现在说这个所缘源 这个所缘境界 这个心说法 心心说法的限期 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 这个所缘境现前的时候 有所缘境的时候 心心说法才能限期 所以这个所缘境 有引导 引导这个心说法活动的作用 所以也是叫做奢受 有这个作用 方生方转 这句话是通于前面两句 前生开导 一切心计心法 前生开导 所奢受故 方生方转 所缘境界 所奢受故 方生方转 这样意思 这个生 第一刹诺叫做生 第二刹诺以后叫做转 其实这个转 也是生的意思 就是刹诺刹诺的 继续不断的生起 要有这个开导的作用 要有所缘境的奢受 这个心说法才能升起 心心说法才能升起 才能活动 事故当之等无见缘 即所缘缘奢受因射 就是结束这一段 所以应该知道 这个 在世缘里面的等无见缘和所缘缘 是在世缘里面 是奢受因 所以这个 如是世缘 云和能令 一切世间种种世专 云和能令眨眼世专 云和能令清净世专 前边呢 这一大段总合起来就是 诗音的建立 说完了 下面是第二颗 诗音随转 分两颗 第一颗是总征 如是诗音 前面这一大段所说的诗音 云和能令一切世间种种世专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能令一切世间很多很多的事情的限期 这个转就是限期活动 就是转 云和能令眨眼世专 能令这些眼误的事情活动起来 云和能令清净的事情活动起来 这个眨眼就指流转生死说 能令清净世专 就是一切佛教徒 修效圣道的情形 也是要有因缘的 也是要有这十种因 流转生死也要这十种因 能够成就圣道 也要这十种因 前面第一种 能令一切世间种种世专 就是这是同于一般性的 这样分成三类 这叫做随转 随着不同的因缘 但是也还是有十种因的差别的 这是种正 下边那是别弦 分成两颗 第一颗与世间种种物 分两颗 第一颗举于古术 分十颗 第一颗谁说音 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标明 为于世间种种架舌 剁株古术 四肢生物 所有种种冥想言说 为大脉小脉 道骨胡麻大小豆等 中间 大脉小脉小脉小的 属于一切谷的这个范围内 世间人赖以生存的这些物质 所有种种名响 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之生物 各式各样的名 当然就有各式各样的响 名字有各式各样的名 所以内心里面就会加以思想 因为思想而就会有言说 明想言说 什么样的名为大麦小麦 还有道和胡麻或者大豆小豆等 这是名 既此妄彼种种架舌为谁说应 因为有种种的名来全显 这个种种的架舌 种种的谷 就是大麦小麦 乃至大小豆等 有能权的名 也有所显示的物 这个能权所权 也就引起内心的思想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话了 就可以写文章了 所以是为虽说音 这个明想 就是能随顺你的言说的一个条件 没有明就不能有想 没有明想就不能说话了 那么这是谁说音 如言大麦 此去此来 这是第二课举说 分两课 第一课是举大麦 例如说到这个大麦 这样子怎么叫做谁说呢 不是 这个大麦 此来此去 种这个田 这个收割这个大麦 把它拿过 拿去拿过去 拿过来 这样子把它搬动 把它运到什么地方去 要磨 或者把它经过这个磨 把它磨生 磨生面粉 把它弄碎料 或者是把它放在储存在什么地方 就是有这些事情需要有言说 如是等种种 谁说 就是这样 这一类的 各式各样的言说 那么这就叫做谁说音 如说大麦 如说大麦 鱼小麦等 这是第二课利欲骨 如说大麦是这样子 其余的小麦等当之一二 也是各式各样的情形 这个第一个谁说音 解释完了 现在下边解释官代音 是官代即可雷列深注 官代断食 所有爱慰 与彼追求知取受用 既说彼法为官代音 这个官代即可 这个官代 这个代是当个需要的意思 需要 我这种情形 观察这样的情况 内心的感觉 有这种需要 什么需要呢 比如说是饥渴的时候 饥渴的时候 饥渴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雷列 没有力量 我们的这个身体 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住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就需要掩饰 所以要有饥渴累累你 那么就是需要掩饰了 所以官代断食 所有爱慰 官代断食 断 就是一段落一段落一段落的 就是我们这个隐私的形象 都是一段落一段落的 要需要断食 这个断食的需要 他也有所关代 所有爱慰 就是你欢喜 我现在我不欢喜吃米饭 我欢喜吃米饭 就是你对食物有爱慰 这时候你才能够去吃这样东西 如果完全没有爱慰的时候 你也不想吃 就不能吃了 所以官代断食 所有爱慰 欲比追求 只取受用 因为你对于这个 你欢喜吃的东西 你就去追求这个东西 那么求到了的时候 就受用 就享受到了 这就是叫做 官代断食 所有爱慰 你要有着爱慰的时候 你才去追求 是这样意思 既说笔法 为官代音 这个官代就是 这个饥渴 有饥渴 所以需要有断食 这是官代 断食的时候 还需要有爱慰 要有爱慰 才能去追求 这就是官代 为官代音 这是官代音 下边说完两 下边说是千音音 有笔个别至种子固 种种架舌差别而胜 既说笔种子为此千音音 这是说这个千音 有笔个别至种子固 比如是脉有脉的种子 谷有谷的种子 大豆小豆高粱各有各的种子 所以种种子 所以种种的架舌 就不同的情况就出现了 既说笔种子维持千音音 由那个种子 会引起来各式各样的古类的东西 会出现 会牵引引 这是千音音说的 是地狱等元能生余芽 明舍兽音 这个舍兽音怎么讲呢 有种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但是要有一块土地 还要下雨 还要有阳光 还要有风 还有肥料 各式各样的因缘 能生余芽 那个种子才能生芽 这样子 这个地狱等元 对芽来说 你叫做舍兽音 就能引出来这个芽了 这样说 这个种子 为千音音 是个别的 是个别的一种音 这个舍兽音是通的 你种高粱 你也需要地狱肥料等元 或者加上可能要有阴供 你种苞米也是 你种这个土豆也是 所以这个 这个舍兽音呢 通于一切生产的 这些物质 这个种子是个别的 它们有通别的不同 即别种子 旺所生芽 明生其音 这是第五课 生其音 即别种子 旺所生芽 来说 你种子对芽来说 就是生其音 这是它们最接近的 这样 是芽 静 叶等 辗转相须 旺比架舌 要成要熟 未研发炎 这是第六课 这个芽 芽继续的生长 就是静 静又会生出了叶 有可能开花结果 这些事情 辗转相须 旺比架舌 要成要熟 就是最后 有熟怀了 这个时候 要成要熟 就是成熟了 未研发炎 这个芽梗等 就是最后成熟 对最后成熟来说 芽梗等 未研发炎 这样这个引发炎和生其音的不同 引发炎是要近说 引发炎对远说 有近有远的不同 所以前面有通 有别的不同 这是有近有远的不同 这是引发炎 其实是定别音 从大麦中生大麦芽 大麦苗架 不生鱼类 如是所欲当之一耳 既所彼为此定别音 这是第七课 说这个定别音 从大麦的种 得到地骨等元的时候 就生出来大麦的芽 有大麦芽 慢慢又生出大麦的苗架 它不会生出来个苹果来 不会生别的东西 如是所欲当之一耳 就这样之后其他的东西也都是 智雷中生智雷亚苗架等 既说彼为此定别音 这就是决定是有差别的 那么这个定别音呢 就是那个 对那个千言音有点相似 有点相似 但是千言音是要通别说 这个 是定别音 总说一切苦误的 既说既比一切从观代音至定别音 同为价舍 这是第八课 同事音 分两课 第一课是标明 既比一切从观代音至定别音 这么多的音 前面这一段 是同为价舍而得成熟 都是这一件事 所以叫做同事音 同作一课 非比价舍 谁缺一音而得成熟 不是那个价舍 缺一样也不行 你缺着观代音也不可以 缺着同事音也不可以 却生其音缺一样也不可以 事故一切合合 说为此同事音 下面第九课相伟音 双包摘等诸障碍法 忘彼此价 未先为音 这是未先为音 这是这个 双包摘 下双的时候 下包的时候 这些都属于灾难了 诸障碍法 忘彼此价 此价就是 这些架舍的物 诸障碍 需要有顺的音缘 它才能增长 现在 火焉灾 不是那个时候 又是下了包 而不是下雨的话 下霜的时候 为相伟音 那你这个架舍 就可能受到影响了 受到伤害了 所以叫做相伟音 下面第四课是不相伟音 笔雀无障 诗诸之家不相伟音 如果没有下霜 也没有下包 那么没有这些障碍 诗诸之家不相伟音 如是诗音 予于世间种种事物 随其所应 当之广如舍古论说 这是第二课 离于诗 这十种音 对其余的世间种种的事物 随着那个事物所合适的 当之广如舍古论上说 也都是有这十种音的 舍古论是另外一种书 它是广论能业的事情的 又与一切眨眼缘起 所有种种明想言说 未无明行思明舍等 前面是第一课 与世间种种物 来说明诗音的差别 现在第二课 与眼镜事 分两课 第一课是别诗 又分两课 第一课于眨眼事 又分两课 第一课是解诗 解诗诗音 第一课先解诗随说音 先标明 又与一切眨眼缘起 就是众生在流转的时候 有烦恼的无言 这样子就会为因缘而生起 生死大哭 所以缘起 所有种种的明想言说 这里边也一样 也有明 也有想 也有言说的 而这个明想言说指什么说的呢 为无明行思明舍 广至老死 臭碑有苦咬脑 这是十二因缘说的 十二因缘 也是各式各样的明 也有各式各样的想 也有各式各样的言说的 是 既此妄彼诸扎原法 为谁说音 既此种种的明想 妄彼的无明行思等扎原法 就是谁说音的 就是有能权的明 也有所权的这些事 有能权所权也就有了想 因此而也就有了种种的言论 种种的文句 种种的塑料 如言无明原行乃至生缘老死 第二个是举说 如言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这是无明 无明有各式各样的不同 起了贪心了 与贪心相应的无明 与称心相应的无明 各式各样的烦恼 那么去圆行 为行作因缘 或者说有罪的行 或者辅得的行 或者是不动行 乃至生缘老死 这些事情 那么这就是 所以说音 看这个批训计 既此万彼 诸扎言法者 此为无明等种种明想言说 彼此什么说的呢 为无明等诸缘起之 叫做彼 就是那一件事 既缘起之明 扎言法 如是等类 就是无明远行等类 种种的都是谁说音 就是把这一小节结束了 这是如是等类 就是无明远行等类 种种的都是谁说音 下面第二课是观待音 是观待境界所有爱慰 于诸有之相须流转 既彼忘此诸扎言法 为观待音 现在说这个观待音 在这个扎言法里面 怎么样解释呢 是观待境界所有爱慰 就是我们遇见各式各样的境界的时候 心里面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爱 你有了爱慰的时候 于诸有之相须流转 你才能够采取行动 有了爱慰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候 就是各式各与诸有之 这个十二元其每一次都叫做有之 相须的就都献起了 无明远行 行远思 思远明舍 明舍远流入 流入 远处处 处远受 受远爱 爱远处处远有 有远生生远老实 这些眼入雾的事情完全都活动起来了 要有所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 内心的爱就陷起 陷起就有种种活动 所以这个爱呀 是一个观 是个观待音 是既彼妄词诸扎眼法 为观待音 这个 为观待音看这个批询记 既彼妄词诸扎眼法者 彼为境界所有爱慰 就是对所有的境界有爱眼心的时候 这个 这是 这叫做比 此为有之相须流转 这些扎眼的活动有限期 叫做持 此如有之明扎眼法 此扎眼法 亦比爱眼心为观待音 如果不爱的时候没有这件事 这就是观待音 于宪法中无名等法 所有已生已长种子 今此种子妄语 于生生老死等 为千言音 下面说这个千言 于宪法中 现在的生命体里面 这个大环境都包括在内 无名等法 就是这些烦恼的 烦恼和烦恼的活动 这些法 所有已生 已长 所有的 就是 已经限期了 那么 这叫做生 好 已长种子 以前已经限期 而现在又加一增长 好 比如昨天起了贪心 今天又起贪心 今天贪心就比昨天的贪心又增长 就是长 所以一生是指新生来说的 是一长就是旧 以前已经栽培过 而现在又增长 这样的情形 好 今此种子 妄于生老死等 这里边就包括 无名行 实 名舍 六入 除受 这一共是七个法 妄于生生老死等 不是这一生的生老死 是以后的生老死 等 为牵引 他牵引将来的生老死 我们今生生生命的生老死 我们今生生命的生老死 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些 施名舍 六入除受受说 隐生的 我们现在这个舍受贤言师里边 天天的活动里边 思想上的活动里边 又有无名行思 四 一共是七字 他在里边活动里 能牵引后一生的老病死的 是这样子 所以说是 这叫做牵引引 看这个批训记 妄于余生生老死等者 为顺生受 或顺后受 顺生受 就是 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 又会生起一个生命 那叫做生受 或者那个生受以后的生命 就是顺后受 诸业所感一出 不管是今来生 又来生 又来生 所有的生命的果报 都是由业力所创造的 主业所感一出 世命育生生老死的 这是这个 说到这个牵引引 牵引引也可以名指为 引引 把那个签字要略去 就是引引引 是 尽不善失 你 你常常的接近不善的人 那个人的思想有问题 你常从他接近 文不正法 文不正法 他说了一些不合道理的 不合道理的道理 你去跟他学习 学习了以后 你非理作意 你内心的思想 就由你所见文的不正法 在内心里面思维观察 叫非理作意 即先窜息 即先窜息就是以前 以前你这样子 尽不善失 文不正法 非理作意 你现在尽不善失 文不正法 非理作意 所以叫做即先窜息 你常常这样子熏悉 常常这样思维的时候 在你心里面造成了一种力量 就是过去这样子造成的力量 现在要继续造 这个力量就增长了 生无名等 这个亲近不善事 这指引说 文不正法 指法说 引和法 由于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有无名的这些烦恼 就是障碍智慧的这些事情 那么这叫做奢寿因 这样子 这个奢寿因 那么就是通 指这个通说的 指前面这个牵引因 你就是别说的 也还是有通别的不同 这是奢寿因 下面是生起因 无名等法 个别种子 名生起因 前面那个牵引就是隐音 这里面说是生因 无名等法 个别种子 无名等法 个别种子 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 前面 这个 由千亿因造成的种子 又经过爱缘曲的讯息 力量大了 所以能生起果报 所以能生起果报 就叫做生起因 这样的千亿因和生起因是有差别的 是从无名之乃至有之 辗转引发厚厚相续 妄于欲生生老实等 为引发厚 这个引发厚就把前面总和起来说了 就是从无名之 从十二元起第一个 从无名那里开始 乃至到后边的爱缘油这个油之 那这加起来那是多少个资料 就是一共十个资料 无名等那是七个资 爱缘油这是三个资 加起来就是十个资 后边有生老实 就是两个资 就是十二元起了 乃至有之 辗转引发 也就是从开始的无名原行 行原师 乃至到爱缘取取缘有 是辗转的引发 后后相望 望于欲生 就是后后相望 就是无名望行 也就是行望于无名 死望于行 明死和望于死 明死和望于死 他内心就是个男人的想法 睡觉做梦也可能还是男人的想法 生存了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 他都是男人的想法 但是要死掉了以后 这个中阴身一现前的时候 如果他这个业力转变了呢 要变成个女人的时候 他就是个女人的想法 在中阴身的时候 思想就变了 在做阴的时候 做了几十年的男人呢 可是业力改变的时候 中阴身一刹多间呢 就有女人的想法 就看这个业力是怎么厉害 能改变 能改变你的思想 这个无名原行行原实乃至生原老实 完全是业力的力量 但是业力它不是孤独的 一定同烦恼在一起 这是厚厚相望 望于欲生生老实的 这个十二元旗里边后边那个生老实 不是指现在的生老实说的 是这个生老实结束了后 以后的生命听的生老实说的 所以是望后望于欲生的生老实等 为引发因 这就是前面的千引因 也是包括了奢寿因 生起因 总合起来名字为引发因 欲无名之 欲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这些第七课是定别音 欲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能生奈乐佳 就是 把其他的无名之都出去 剩下的无名之 剩下的无名之 是什么无名之 就是奈乐佳的无名 就是你这样的无名所造的业力 一定到了地狱去的 这个无名之 即知种之 就是无名之 就是活动的无名 这种子 无名的活动就造成了一种功能 在心里面 这个种子在动出来就是现形 现形又寻种子 乃知有之 就是一共是十指 能生奈乐佳 就是有缘生 有缘生那个生 就跑到地狱去了 能生奈乐佳 欲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能生旁生 这样的无名 这一共十个字 它是 这个力量能叫你生到出生的世界去 能生旁生 乃知 欲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能生鬼 能生淫 能生天 当之一二 各有各的无名 师之 淫的师之 和鬼的师之不同 鬼的师之 和天的师之不同 六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叫做定别音 当之一二 也是不同的 看这个批询记 欲无名之 既知种之等者 未要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能生奈乐佳 当之此无名等 不生余取 无名 无名行 生到 使令你生到淫 它就不会生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无名行等 使令你生天 它也就不会生到别的地方去 各有各的一些 边际的 所以叫做 此无名等 不生余取 当之一二 如是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余彼无取 各别为焉 他不是通 不是通 个别的 故于此中相忘说愚 彼此对望 以此为主 其他的就是愚 这个意思 既此忘彼 诸扎眼法 明定别人 就是这样意思 既此忘彼 此法忘彼法 各有各的扎眼法 而不是互相混乱的 所以叫做定别人 看这批询记 既此忘彼 诸扎眼法者 此为无名之 既知种之 乃知有之 彼为奈乐家等 无取差别 既彼无取名扎眼法 既彼一切 从观代音至定别音 明同事音 这是第八课 同事音 既彼一切 就是这一段 这里面说的 一切的 从什么地方算呢 从观代音开始 那个谁说音 没有 不算在内 从观代音到定别音 一共是六个音 综合起来 明之为同事音 此扎眼法相伟音者 这里第九课 扎眼法 第九课相伟音 此扎眼法相伟音者 为出世间种姓居诸 知佛出世言说正法 亲近善事听闻正法 此扎眼法相伟 此扎眼法相伟 就是违反扎眼法的事情 神们说的 为出世间 超越世间的 种姓居住 这位众生 他有无漏的种姓 知佛出世 又遇见佛出现世间了 佛又言说 苦积灭道 时而缘起的正法 亲近善事 而这个众生肯亲近佛 亲近阿罗汉 亲近菩萨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行 又能修修圣道 基于一切菩提奋法 一切世间初乃至八生道 八生道 这个就是先为因 众生在生死里流转 这个祸叶苦的流转 一直是这样子 悔念遇见佛法 遇见三宝以后 实现改变了 那就不顺一世间法了 基于所说 种种善法 要缺要离 是扎眼法 不显为因 这是 第四课不显为因 基于所说的种种的善法 就是前面说的这个种性具足 欲遇见佛出世间 也说正法这些事情 要缺 要缺 就是有一点 但是不完全具如 有所缺少 要离 也完全都没有 就是离 是扎眼法 不显为因 那么你没有遇见三宝 那是扎眼法 不显为的境界 如是实言 因之能起 一切有情 一切扎眼 这是结束这一段 下边第二课是清净事 前面的扎眼事说完了 分九课 第一课是谁说音 先表明 由于一切清净贫乏 即灭涅槃 所有种种冥想言说 即此万比诸清净法 为谁说音 现在说到清净的事情 所以一切清净贫乏 就是出世间的界定会 清净贫乏 即灭涅槃 就是灭除了一切眼污 而出现的大波涅槃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这些清净法 所有种种冥想言 也是一样 也有种种的名句 也有种种的思想 也有种种的言论 即此万比诸清净法 这些冥想言说 对比清净法 就是冥想言说 所蝉次的 所显示的清净法 也有能权 也有所权 这个是 就叫做谁说音 看这批询记 由于一切清净贫乏 寄灭涅槃者 为塞思其道 其菩提奋法 施明一些清净贫乏 缘起环灭明灭涅槃 如下之事 如言念诸 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之 第二个举说 这是举一个例 例如说到四念诸 四圣秦四书一诸 四正断乃至到七绝之八圣道之 那么这是三十七道品 无明灭故行灭 行灭故失灭 生灭这是老死灭 这是故老死灭 如是等类种种谁说 这都是谁说音 观带诸行多过患故 要求清净 舍受清净 承满清净 前面这谁说音 说完了 这下边是观带音 这个谁说音 其实主要就是言论 这个是言无法 也是由言论开始的 清净法也是由言论开始的 可见这个言论的重要 这下面第二个是观带音 观带诸行多过患故 这个诸行就是 舍受响应是一二必是深意 舍受相为处法这些有违法 你观察这一切的有违法 你要不观察 你倒没有事 你的思想就是这样子 你要深入地观察 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多过患过 就有很多的过患 很多的生老病死的这些问题 要求清净 这样说 你心思想 你这个意愿就改变了 就不欢喜 世界上的庸华富贵了 就欢喜出世间的清净 要求清净 由于世间的有违法 生老病死的过患 乃至到三恶道的苦恼 那么你就发些 要求清净 就要发出离心了 出世间的涅槃 是我所欢喜的 就是要求 就是发了愿 发愿的 愿得圣道 有这样的愿 要求清净 当然是以涅槃为上手 是愿得涅槃的清净 奢受清净 你有了愿呢 你就会准备修宵圣道 准备修行 前面是愿这句话是行 修行这个清净的戒定会了 成满清净 这是果 愿行果 成满了 戒定会 卸脱卸脱之间的 法身的果了 清净的果 彼望于此 为观戴因 前面是观戴诸心 多过患故 那么就 以此为因 而才能发心 修宵圣道 所以是 多诸过患 是修宵圣道的观戴因 是修宵圣道的观戴因 所以要不感觉到生死是苦 是不能修宵圣道的 这上面看这个批询记 彼望于此为观戴因者 必为诸心过患 此为诸清净法 这个清净的愿行果 它是需要以诸心过患为因缘 才能掀起的 这是观戴因 下面是签音 安住种姓普特喀罗 种姓具足 能为上手 正有欲义 即物欲义 二涅盘结 彼望清净 为签音 前面第一个观戴因 是现实的生活中 感觉到苦 感觉到很多的过患 才能发心学习佛法 这是观戴因 下面签音 有不同了 安住种姓 就是你的 雅耳鼻色身影里边 有无漏的因缘 有无漏的种子 这样的普特喀罗 安住种姓的因 它种姓具足 它里边有生魂种姓 乃至有佛种姓 具足了这样的种姓 为上手 这个为上手怎么讲 就是最初的 最原始的 能为圣道做因缘的 叫做上手 应该这么解释才对 正有欲义 即物欲义二涅盘结 最初你具足了 除世间无漏的种姓 辗转的引发种种功德 你就能正得 有欲义涅盘 即物欲义两种涅盘的 说彼望清静 为千叶盘 就是 你那个具足的无漏种姓 来望这个清静的 有欲涅盘 物欲涅盘 来说你 那个种姓是千叶盘 是这样意思 这个前边 多诸 观带诸行 多诸过患 叫做观带音 具足种姓 叫做千叶音 这个 看这个批询记 能为上手等着 为从最初听闻正法 为原涅盘 如是乃至最后能正圆满借头 叫做明义涅盘为其上手 修说成帝说 又原涅盘 而听法者 有十法转 涅盘为首 一共有十法 十法里面涅盘为首 为一之有欲涅盘戒 即无欲涅盘戒 乃至广硕 此应准事 那么这个批询记的作者 认为以涅盘为上手 这叫做千叶音 但是我看不是这个意思 是具足种姓为千叶音 具足种姓叫做上手 应该这么说 下面是第四颗奢授音 亲近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前边要赶脚到 诸行是苦 才能修小佛法 第二个 你要有种姓 你才能成就圣道 现在第三个 还要有不同的条件 要亲近善事才可以 还要听闻正法才可以 还要如理作义才可以 你亲近善事听闻正法 你心里面不愿意如理作义 也不行 也是不可以 既先所作诸根成熟 既先所作 就是你过去是听闻正 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啊 你这样栽培自己啊 实际你现在的善根成熟了 那就是不断的要亲近善事听闻正法 要如理作义的 最后善根成熟了 明舍授音就能够 你就能成就圣道了 所以这个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 那叫做奢寿音 这可见你这个圣道的成就啊 也要到观带周星多出过患也是一个音 要具足种性是个音 还要有奢寿音才可以 下面第五课是生其音 种性所说 一切无漏菩提奋法 所有种子 妄比一切菩提奋法 为生其音 种性所说 就是 就是你原来没有经过努力的修行 你本来就有的无漏种子 属于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无漏的菩提奋法的所有的种子 这个菩提就是 厨世间的圣道叫做菩提 这个奋就是音 圣道之音这一类的种子 但这是本来有的种子 妄比一切菩提奋法 为生其音 来对望呢 你遇见佛法以后 你修修圣道 你得圣道了 你这时候得 小乘佛法来说 你得出国了 或大乘佛法你得无声发言了 你这个时候啊 你的身口意里边呢 有无漏的圣道 的现行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无漏圣道的现行 所生的菩提奋法 谁为生其音呢 是你原来内心里面具足的种性为生其音 这个是为因缘了 为生其音 既知种子所生一切菩提奋法 见词能证 这下面第六课 引发言 既知种子所生一切菩提奋法 就是你内心里面 本来有的这个无漏的种子 本来的种子 这个种子 它没有动 它没有生现行 你要能够观察诸心多诸过患 你又要亲近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作意了 那么那个本来的无漏种子 就生出了清净的现行量 就是这个意思 既知种子所生一切菩提奋法 见词能证 这点不是说一下子就成佛了 不是这么说 见词的 由外凡位入内凡位 内凡位入圣道 有见道修道乃至无小道 是见词能证 要有欲意 要无欲意 二涅槃界 先得有欲意 后得无欲二涅槃界 名字叫做尹发音 这个尹发音这样的意思 这也看出和千万也是相合 这就是总合起来说 身闻种性以身闻乘能播涅槃 独角种性以独角生能播涅槃 大乘种性由上升能播涅槃 彼望清净为定别音 这上面说 这个第七是定别音 定别音说了三秤 三秤圣音 原来你有身闻人的无漏种子 你有独角生的种子 你有一佛生佛的种子 就是佛性 那么你遇见佛法的时候 你就随顺你的种性 而得涅槃 所以原来那个种性 就是固定了 你是属于这一类的 而不能够有改变的 你原来的 你有佛性的话 你一定是成佛 而不会做阿罗汉做必知佛的 就是使令你固定是这样子了 就是定别音 第八是同事音 要清净品观戴音 乃至定别音 就是从前面 那个谁说音不算 清净品观戴音乃至定别音 比望清净为同事音 这几种音你不可以缺少 你就成就了同一样事情 就是得涅槃了 种性不具足 不知佛出事 身无瑕处 不清净善事 不听闻正法 不如理若意 这底下 第九是相伟音 不相伟音 分两颗 第一颗变差别 先说相伟音 总性不具足 总性不具足 那就是没有牵引了 没有牵引 不知佛出事 不知生无瑕处 要欲佛见清净善事 也等于是欲见佛了 那么你不清净善事 生诸瑕处 就是生到八难里面去 生到三恶道去 或者生到长寿天去 或者生到阴间 有邪至邪见这些事情 不清净善事 也不听闻正法 不如理作义 这就是没有奢寿音 没有牵引 也没有奢寿音的时候 朔习诸邪行 朔朔的去熏习这些 有罪过的事情 彼妄清净 为相违音 往涅槃来说 那就是相违音 你不能得涅槃了 这是相违音 下面第二个是不相违音 此相违音要缺 要缺少 或者完全没有 这事名叫清净不相违音 下面第二个是利当之 要杂眼品 诸相违音 当之即是清净法音 要清净品 诸相违音 当之即是杂眼法音 清净和杂眼 杂眼和清净是互相冲突的 如是现有 扎眼时音 清净时音 过去未来称当眼镜 皆依如是 一切唯有如是时音 除此无有要规要正 这是第二个总结这一段文 如是现有扎眼时音 如是现有扎眼时音 前面说的这些 有的众生现有扎眼时音 前面所说的 有的众生学习清净的时音 这两种不同的时音 过去未来称当眼镜 有的众生过去是有扎眼的时音 未来有清净的时音 或者有的众生过去有扎眼 也有清净的时音 未来又有清净也有扎眼的时音 过去未来称当眼镜 这个称就是过去 过去有时言有时境 当就是指未来 未来或者是有时言有四种清净 这个在未得不退转的时候 就是有言也可能有净 有净也可能有言 皆已如是 总而言之你不能超过这个境界 一切唯有如是时音 所有的众生就是有这么多的时音 出此无有要过要正 不能再超过这个 你也不能够有正有简 这是说音相 下面说果相 于此相中云合为果 果相分四颗第一颗正 就是在这个内明啊 广明佛法中 诸相中啊 已经说了音相 那么云合名为果相呢 这是正 下面是标 畏略有五 简要的说呢 就是有五种果 这是标数目 下面列出来名字 一则艺术果 二则等流果 三则离析果 诗指适用果 五则征善果 这是列出了五个果的名字 下面第四颗 加以解释分五颗 先解释艺术果 诸不善法 欲诸恶取受艺术果 先解释艺术果 什么叫做艺术果呢 是诸不善法 所以一个众生啊 他做了很多的恶事 做这些没有功德的事情 欲诸恶取受艺术果 将来呀 他就会生到三个道去 叫做恶取 受艺术果受了国报 这个艺术 这个艺 艺斯变异 这个变异呀 现在呀 你做善 或者是做恶 那么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呢 得的果报啊 也不是善 也不是恶 所以就有不同 不一样 这个不是善 也不是恶 这话啊 怎么讲法呢 不管你是生天也好 做恶也好 你到地狱里头也好 你这个第八识啊 阿赖耶斯啊 他也不是善 也不是恶 你受苦的时候啊 这个第八识也没有苦的感觉 你享受弱的时候 第八识也没有弱的感觉 他也不苦也不落 这个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是果报的主体 所以叫做艺术果 这个术就是果的意思 但是做因的时候 或者是做善 或者是做恶 但是将来得果报的时候 主要是得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也不是善也不是恶 所以叫做艺术 这是说这个性质 是善是恶这个性质 它有点不同 所以叫做艺术果 但是时间也是不同 你做善的时候 做恶的时候 不是立刻得过报 有经过一段时间的 所以叫做艺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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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逐渐的逐渐的变异 最后才得果 不是突然间就得过报 不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艺术果 这个艺这个字是通于英果 这个艺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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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是艺术果说 艺术果这个字是尽 如果艺术果说 艺术果 艺术果 这里面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叫做义俗国 诸不善法 欲诸恶曲 受义俗国 江采说到阿赖耶诗是这样子 但是到地狱的人 他是受苦的 要是升到天上去是有苦乐的感觉 不是阿赖耶诗 是前六诗 我们的眼诗 耳诗 彼此 舌诗 身识 意识 是前六诗 前六诗 这是有苦乐的差别 这上面说到 义俗国要是这样讲 因中有善恶的差别 到得果报的时候 没有善恶 那只阿赖耶诗说的 所以我们说是因有善恶 果报也有善恶 那只前六诗说的 这有差别的 诸不善法 欲诸恶曲 受义俗国 善有漏法 欲诸善曲 受义俗国 说我们不做恶事 我们做种种的善事 做种种善事的时候 有漏法还是有烦恼 你做善是做善的 你做的事 对他也有利益 对自己也有利益 但是你内心还是有烦恼的 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的 这样子 你做的那个善法 你还是会得善报 欲诸善曲 受义俗国 或者在阴间 或者在天上 那么你去受国报了 那么这就叫做义俗国 这是解释这个义俗国解释完了 现在下边第二课解释等流国 是习不善故 要诸不善 不善法证 修不善法证 我们在阴队的时候 我们说说的做这些不善的事情 做了不善的时候 成了习惯了 心里面就欢喜在做不善的事情 做些不善的事情 心情感觉到快乐 不善法证 不善法证 这罪国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力量越来越大了 不善法证 修习善故 乐诸不善 修习善法 乐诸善法 说是 习不善故 乐诸不善 这句话对不对 实在是对的 比如说是你的好朋友 是你的善知识 敢讲你做这件事 不对 就告诉你 你不应该做这件事 你立刻就烦恼不高兴 要赞叹你 赞叹你这个恶事做得好 你心情快乐 这就表示 是 习不善故 乐诸不善 是这样意思 所以修习善故 乐诸善法 这个人常常的 来做这些善事 有功德的事情 对他也有利益的事情 当然 在这里边 佛法是重视动机 你做这件事 你的动机是利益人的 不是损害人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你做出这件事 你对他也有利益 那么这就是善法了 乐诸善法 他就欢喜在善的境界上生存 欢喜在善的境界里面活动 那这就是 他的心性是这样子 常常做 要是一个众生 本来是放逸的 现在呼员间要是做好事 他还可能有点勉强 但时时做 久了成了习惯了 你也就欢喜善 乐诸善法 善法增长 善法多了呢 他就是有力量了 那么 这就是 这就是等流过 这个喜不善故 乐诸不善呢 这话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你今生啊 你欢喜做恶事啊 那么你来生也是欢喜做恶事 所以叫做等流过 这个等啊 性质是相通的 叫做等 流的泪也就是通泪的 所以叫做等流过 好 这个今生喜不善故 乐诸不善 将来呢 你也是欢喜不善 这个事情也是很明显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呢 他对这个做医生的事情有兴趣 他对这个做医生的事情有兴趣 欢喜做医生 他也欢喜读这个书 也欢喜给人看病 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对这个有欢喜呢 他前生也做过医生 所以就是等流过 就是这样 这个人呢出了家以后 或者是大小毕业以后 就欢喜要出家 要当和尚 为什么呢 就是前生也做过出家 是等流过 是什么回事 所以这个是 喜不善故 乐诸不善呢 这个是有前生有后生的差别 修喜善故 药诸不善 念药也可以 念好药 念落也可以 乐诸善法 也是前生后生的差别 或是先业 后果水准 这个前辈这句话还可以 从 还可以 也可以变一个方法 改变一下 喜不善故 乐诸不善呢 你欢喜呀 做恶事 你就在内心里面 熏成了种子 熏成了种子 将来呢 那个 就是 乐诸不善的 那个种子现行 那个 不善的种子 一活动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欢喜做恶事 就乐诸不善 这么讲 下面这个是 休息善故 乐诸不善 也这么讲 或是先业 后果水准 这个 你 只现行说 或是先业 今生的行为 和前生的业力相似 或是先业 相似 后果水准 你将来的那个 得的果报 也随身前生的情形 那样子 出现的 出现的活动 世名叫做等留我 这个 有做恶 比如说是 做善事 一样 做恶事做善事 道理是一样 比如说 这个人呢 有点慈悲心 不欢喜杀害生命 就是救护人 人有困难的时候 他能多救护 用慈悲心救护人 那么这个人将来就会能得长寿 我们通常说 你要放生 救护这个 一个鸟 救护一个龟 一个鱼 你放生 你将来得长寿 是的 但是要救护人 比救护出生的功德是更大的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 我看那个杂志上 你还说是大法师 很有名的大法师 常常放生 因为放生的功德很大 实在 救护人的功德 是高过救护出生的 是有差别的 对于人有灾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欢喜放生 对于出生的苦 欢喜救护 也是有功德的 但是你为什么 你的心情怎么回事 言语言是同类 我对同类的我没看见 这是有问题 明白的说是有问题 当然这是思想的问题 这个获释先业后果水转 就是你有慈悲救护众生 你就得长寿报 就是相似 你欢喜众生长寿 将来得过报的时候 你也得长寿 相似的 获释先业后果水转 欢喜杀生的人 你叫众生短命 你将来自己也短命 这相似的 获释先业后果水转 世明等流过 看这批寻解 获释先业后果水转 者有勋有失地说 我们已经修过了 为要从彼处 来生此间淫同分中 瘦量短处 为要从彼处 假设你从那个境界里面出来 来到这阴间 来到此间的淫同分中 就是做了很多的恶事 杀害了很多的生命 杀害了很多的生命 那应该是到地狱去吧 但是没有 临命中的时候 遇见善知识了 遇见善知识劝他念佛 他一念佛 就不到地狱去了 又来到阴间 其实只有这个事情 来生此间淫同分中 淫与淫是相同的 所以叫淫同分中 瘦量短处 你以前杀生太多 你杀淫 做了很多恶事 今生瘦量短 那么就是有货事先业后股随软 这样意思 知财匮乏 前生你做了一些 在钱财上做了一些不合道理的事情 那你今生这个财就有问题 就匮乏 欺不成量 也有这个问题 多招诽谤 你说谎话 诽谤别人 你今生也就被人家诽谤 亲友乖离 你前生说了一些理解语 破坏人家的感情 今生也就有这种事情 亲友乖离 文伟一声 听见一些不欢喜的话 就是你前生也常骂人过 所以今生也骂你 所以文伟一声 言不畏数 你前生你常说一些懈怠放逸的话 今生你说话也是不畏数 不畏言不严肃 争猛利他 你前生的贪心很大 今生也是争猛利他 争猛利称 争猛利痴 争猛利痴 是这样 是名于等流果 这就叫做等流果 灵本九卷一夜于此 要始终不善也道 伟论 始善也道 于此相为 其相应之 是 有点 是 有点 有点 有点